欢迎收看大新闻大报挂 那么谢谢大家支持 我们目前订阅来到了58万5000 所以距离60万这个整数 又迈进了一步 请大家再继续捧场 那么同时你加入报挂后援会了吗 因为我们大新闻大报挂 已经开通会员了 那么同时呢 为你预告 就在明天4月9号 下午的4点15分 也就在报挂结束之后 我们这是第一场的 会员独享的 线上粉丝见面会 那么因为是首发 所以就由我和莎莎主播一起 如果想要跟我们线上互动聊聊天的话 你现在加入报挂会员 还来得及 那么另外还有就是 我们目前的福带祈福的 那个斗内的及时许愿活动 还在进行当中 那么很简单 你其实只要透过几个步骤 就透过这个中天新闻网的APP 就会有五种福带的类型 让你选择 完成了流程之后呢 最后你可以看到 在镜面上是这个样子的 你留下的昵称 以及你的祈福内容 都会秀出来 好 那还有今天线上投票 来咯 我们题目开出来了 就在此时此刻 韩国瑜声望飙高之时 有媒体周刊爆料 蓝伟认为 韩国瑜太中立了 因此对他炸锅不满 所以在群组开轰 你觉得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 韩没有问题 坚守意识中立 二 韩该修正 要站在蓝营这边 三 有内奸 绿营想要列解蓝 好 至于有没有其他的想法 看法都非常欢迎 留言告诉我们 为您介绍今天的节目来宾 邀请到的是 直评论员张雨萱 请问一下好 大好 前立法委员郭正亮 董事长平安 还有立法委员叶元之 在路上即将加入我们 好 那我们就来看到这一次 在今天整个爆出来的消息 是由镜周刊报的料 说韩国瑜现在大变身 拒绝加入蓝营党团的群组 因为他现在是立法院长了 所以其中陈玉珍委员怒开炮 主要是陈玉珍 3月21号突然在立委群组发难 气氛要求党团三长 应该要建议韩国瑜要加入 党籍立委群组 即便韩不加入 也应该指派核心幕僚和党团沟通 听听我们国民党立委 对法案的想法是什么 当时陈玉珍据说是火力全开 而且直接点名由韩国瑜任命的 秘书长周万来 认为他在蓝营法案提出评论之前 竟没有事先参考蓝营的版本 说出来的话几乎都是民进党想听 不帮忙就算了 请他们立法院的人不要扯后腿 同时他在群组内呢 就狂批韩州体制 他强调韩国瑜周万来不该用公正 中立这类词语来骗人 尤其过去民进党完全执政 是怎样对待国民党的 立法院职员不该活在象牙塔 怎么再也这么久了 还不懂得学习民进党的长处呢 同时呢 据说这一番激昂陈词 获得了新科立委 徐巧新等人的支持 那当然这周刊里面呢还连报说 因为三件事成为蓝尾炸锅的导火线 包括陈建仁院长多次反咨询蓝尾 韩国瑜当下只有简单的缓夹说互相尊重 没有进一步指责陈建仁 而且呢还送暖多次杠上了 蓝营的卫副长薛瑞源 批评蓝营不嘴软的绿尾黄世间 让蓝尾深感 这个韩国瑜怎么戈背向外弯 不过立院人士呢 直言韩国的角色是否称职 不只是由蓝尾来评价 而且在王金平担任立法院长的时代 也没有一位偏袒任何阵营啊 因此建立立院公道博的形象 好那当然这边徐巧新也发文了 他说党团群组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发言 但我总觉得要偷偷提供媒体 若是提及自己发言段落 没有人有意见 至于其他人的发言 在没有经过对方同意的状况之下 不应该外传 你如果问问玉珍委员 可否向媒体转述 以他大啦啦的个性 我相信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能讲的 没问过就偷偷放消息 反而显得像小偷一样 只敢在暗地里碎嘴 一点都不光明磊落 好他说我讲的话 我负责喜欢传给媒体的朋友也自辩 我提到国民党的思维应该有所转变 不只是只有民进党的观感才是观感 国民党的选民心情也很重要 徐晓鑫说看看为什么蔡英文到卸任前的民调都还过半 因为绿营的铁票非常支持他 每一次南部的选民支持度都有七成 不是说什么都要选民进党 但以此为例可以明白 如果什么都惧怕依赖民进党最终也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好叶元之来了 叶元之你也在这个群组里头 那听说今天一大早的时候 郁珍委员非常的火大 他说有内奸因为把这个群组里面内容 一字不漏的泄漏 但这个东西会意外吗 因为在民党的群组也是这样 我觉得因为后来我们群组里面很多委员也对于 就是这个讯息被泄漏出去很不以为然 就是说那这样子以后大家谁敢在群组里面讲事情 对那其实这个是国民党的一个文化 以前我曾经 什么文化 民进党的反应也是这样 民党也是 就被泄漏的时候内部反应也是这样 因为以前我在 我曾经在2019年当时我也有帮韩国瑜打选战 那常常我们跟韩国瑜的一些事情 包括一些内部的聚会 都会被泄漏出去 然后媒体就会巨细迷的报导说 我们跟谁聚会 然后会中讨论到什么 然后里面有哪些人 其实坦白说 当时大家也会觉得 为什么每日媒体队伍 感觉好像就在我们那一场一样 都是全程的在看我们在干嘛 那实际上 我认为 不外乎有些人会泄漏这个讯息 不外乎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就是 他想要借由这个机会去跟媒体打关系 就是说你看我是一个很有内幕的人 你如果平常对我好一点的话 那你不报导一些我正面的消息 那未来呢 我有一些内部的消息 我会泄漏给你这样 就是跟媒体打关系 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要做内部攻击 举例来讲好了 像这篇新闻报导出来 大家会认为说 陈玉珍你是不是在找韩国瑜麻烦 那是不是不喜欢陈玉珍的人 他就可以透过这种方式去攻击陈玉珍 所以我们还是觉得说内部的讯息透漏出去其实是不太好了 不太好了 那至于说回到这件事情来讲 这件事情坦白说我觉得陈玉珍他也并不是说多么的去针对韩国瑜 当时是因为主要是周万来秘书长 他在有一场我们委员会的背询 他所主张的内容跟我们党里面有部分委员 他的提案的版本不太一样 就是讲那个要邀请总统来做国会 急问急答 急问急答 那因为像翁晓妍委员他们是主张急问急答 那周万来的他引述的一些资料是说 在国外没有这样的案例 所以感觉是有在打脸我们自己的委员 那所以陈玉珍委员就认为说 那韩院长即便是你不参加我们的群组 但你找的官员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了解一下我们党籍委员的版本 再发言 然后那个其实是一个 就是一个讯息而已 并没有引起很多人的讨论 或者是那种群奇激愤 并没有 那所谓徐晓妍有附和 其实徐晓妍自己也有解释 我当下其实都还感觉不到 徐晓妍在附和什么 因为徐晓妍就是贴了一个新闻 无事要的新闻写like list 那其实我当下我看完想 晓妍这个是什么意思 他意思是说 是不是周万来讲的方法 后来就被民进党拿去见风查针操作 像吴思瑶就在操作这个事情 就类似这样状况 他提醒提醒 提醒他说类似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所以我要先解释的是 我们国民党党团 并没有跟韩国瑜有什么矛盾 完全没有 不要说因为媒体有这样报道就有 其实是没有 其实是没有 但是有这样的一个讨论是确实是有 确实是有 那韩国瑜到底 他现在当院长跟我们党团 是真的有这么疏离吗 我必须要讲 他是没有参加我们党团运作 为什么 因为他是院长 院长本来就是要中立 而且大家用放大镜看他 如果他跟党团老是在一起的话 也会被人家攻击 他只是在扮演他院长角色 可是即便是没有加入到我们的群组 他跟我们党团的沟通 难道就是那么有障碍吗 也没有 其实是也没有 就是说大家不在群组里面 可是其他时候你有什么事情要找他 或者说国民党的人需要他帮忙或怎么样 我觉得他还在他的院长的职权之内 他还是会愿意 所以不是说好像 好像现在媒体想要讲的是 韩国瑜用国民党籍选上院长 他就跟国民党没关系 我觉得也没有这样 反而我也认为 韩国瑜当院长跟过去游锡坤 真的差很多啊 对不对 游锡坤在当院长的时候 那时候国民党的立委 遇到那种嚣张的苏贞昌的时候 有的时候时间暂停 游锡坤当没听到啊 对不对 可是现在韩国瑜他 你跟他说时间暂停 他一定会暂停 丙东处理就是 他会处理啊 他会处理啊 而且有的时候官员那个插话 他太夸张 他还会打断官员 现在还是会 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是罗志强 跟官员不敢开交的时候 他也会打断一下 其实他都会嘛 他还是会 那像我自己就 有两次求助于他嘛 一次是对 就是我在质询陈建人 但教育部长一直插话嘛 那时候我就跟月长说 月长可以时间暂停一下 我可以请部长下去嘛 那其实我 因为我在质询院长 那部长一直插话 奇怪我就在骂你这个部长给院长听 然后你一直插话 那我这个总质询的意义在哪 我就跟院长讲 那我当下我也不确定说 院长会不会叫部长下去 可是韩院长就说 不好意思部长 委员请你下去 请你回座 对不对 那我也觉得他在挺我啊 那后来第二次是我在质询陈耀强 就讲中天的事啊 就是说那个凤凰云的事情嘛 陈耀强你是不是跟马德讲说 那是前任的事情跟你无关 然后陈耀强就一直狡辩一直狡辩 然后一直讲 这是官员的策略 就是你讲什么 他就一直讲一直讲 他也不管你讲什么 而且我跟你讲 他就要扰乱你了 他就扰乱我 而且你知道质询呢 因为样哥可能知道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听不太清楚 他讲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他有一点距离 那实际上我很 我真的听不太清楚他讲什么 然后我们就讲的时候 然后他又一直打岔 连珠炮 对 连珠炮 然后后来韩院长也是说 时间暂停也是 我觉得他也是有提醒他们 说你不要这样子 所以我认为他当然他当院长 是还蛮支持我们的 所以这个事情实际上 我觉得陈耀任委员的表达 我觉得也是有必要 但是没有大家想的那样什么 好像韩国伟很不听我们 我觉得这部分是没有的 除了听叶元这个解释之外 王后恩委员也提到 说这是好久之前的事啊 媒体放大解读 跟事实有很大的出入 委员群主理什么问题都会讨论 那个时候陈玉珍 也是针对周恩来解释 法定的时候 会不会跟国民党 一样提出疑问而已 不是去针对韩国瑜说 为什么不配合国民党 可是来了 民进党立委洪生汉就说 看来国民党立委 真的觉得成为国会最多数 意识就要偏袒国民党 他说国民党在选后 一直有一种政治爆发户的心态 可是难道席次比较多 议事规则就要偏袒你吗 当然亮哥我知道陈玉珍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不过这很容易就会被扭曲 解读为这个意思 所以我现在也要问 因为包括我们今天 线上明镜的问题都是 韩国瑜他是立法院长 议事中立怎么了吗 因为院长是大家的院长 秘书长也是大家的秘书长 亮哥 院长他办公室会有 我记得有两位吧 就属于他的顾问 那是有几职的顾问 那个有几职的顾问 一般会比较偏自己的党 比如说以前 苏嘉全就是请李俊逸 或者是高建志 那他们两位 通常就会参加群组 就是不会完全断线 那韩国瑜现在 我不知道他请的顾问是谁 那基本上就是 有点断线的感觉 那当然立法院秘书长 也不适合参加群组 是吧 可是因为我也耳闻了一些事情 就是周万来比较老实 那立法院那个议事处 实际上里面有一些人 是很亲柯介民的 所以有时候 因为周万来坦白讲 也离开一阵子了 那些议事处事上在之前 因为民进党是国会多数 所以他们根本就跟柯介民 整天都和在一起的 因为柯介民就住在立法院隔壁 所以他们常常会把一些消息 卸给柯介民 比如说那天 就国民党的立委 有一些根本就不知道被测案 那民进党会先知道 我记得上次就发生过一次 就那个吴忠宪的案子被测 那民进党已经知道了 国民党还不知道 那这种消息当然就是 因为他们跟议事处很熟得到了讯息 这个也不是周万来 那可是周万来就是给人家感觉就是不沾 就是说他知道了这些事 他也不会跟国民党提个醒 那议事处里面的人 因为他已经离开一阵子了 所以大家也不归他管 然后他现在当了秘书长理论上是手可以伸进去议事处 可是他也没有强势作为 所以这里就产生了一个现象 这个事实上是两种断层 第一种就是韩国瑜的立法院的顾问 没有参加国民党的群组 韩国瑜个人不适合 因为王金平当年也没有参加群组 但是他的人必须要 对他的顾问可以参加群组 因为通常你用的顾问都是很偏自己党的人 通常 那第二就是周万来的角色 他对意识处的掌握程度 我认为陈玉珍在抱怨的应该是意识处 因为在委员会开会不会看到秘书长 是这个院会开会你才会看到秘书长 坐在旁边 你委员会开会比较常看到的是意识处的人 那他大概觉得有好几次意识处都站在民进党那边 那其实这个我完全可以理解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亲民进党 那这里当然就接着到周万来要不要处理的问题了 就是说意识处里面也有一些没有那么民进党的人 那你要不要换人 那我觉得周万来跟韩国瑜可能都有点太善良 就是理论上现在事实上就是立法院的政党轮替嘛 那你意识处要不要换上比较中性 甚至比较偏蓝的人 我认为他没有做这个处理 就是说基本上韩国瑜只动了秘书长 可是对各处他现在只动了一个 周杰 那个是总务处 对不对 可是我坦白说了对立委来讲最核心的是意识处 坦白说那个周杰换不换 立委根本没有感觉 可是意识处是什么风吹草动都从那边 都知道 所以坦白说陈玉珍在抱怨 可能是抱怨说 我怎么觉得现在意识处还是跟我们脱节 因为坦白说你要叫立法院秘书 立法院长或立法院秘书长 来随时跟国民党党团维持联系 这真的有点困难 可是院长如果愿意让他的顾问 来参与党团会议 然后让意识处不要那么偏绿 做一点人事调整 我认为可以做一定程度的改善 所以亮哥你觉得你这两点的提醒 韩国瑜应该是要稍稍修正 应该要处理 因为接下来 现在还没有碰到炸锅的时代 现在赖青城根本就还没上来 对不对 现在还在炒国会改革 因为国会改革确实有很多就在宪法边缘 所以就不断的 就会听到意识处人的介入 国民党当然很不爽 未来党团对决在赖青泽之后会更多 所以坦白说韩国瑜真的要派他的顾问 加入国民党的群组 以便加强联系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他要在意识处做一点人事更动 不然据我了解目前的意识处 根本就是跟柯建平是私通的 我们特别提到在今天这件事情爆发之后 那国民党的立委赖世保也说他力挺韩国瑜 也认为韩国瑜没有加入这个群组是对的 他说意识本来就该中立 韩国瑜上任以来的表现是可圈可点 没有听过篮尾私下抱怨韩国瑜 好那事实上我觉得韩江 韩国瑜和江启臣都谨守奋计 也就是在中立的这条线 因为像江启臣会固定上我的直播节目 新闻千里码 可是他其实当上副院长之后 他直到上上个礼拜才上节目 而且他说这之前他都没有接受过媒体专访 而且他也特别强调就是 他没有办法触及太多的 有一些牵扯到这个政党之间的一些议题 因为他说他要保持中立 所以他只能讲国际政治 这有两岸的问题 所以这部分我请教雨萱 那么这一次韩国瑜有没有问题 要不要修正调整 爸我问一下 这个群组里面 人之都是立委嘛 对好像也有党团的助理 对嘛 所以要嘛就是立委自己有内奸 那我不知道要讲什么 你不是国民党立委吗 你国民党立委自己把国民党的消息放出来 打自己的国民党 是什么意思 如果如果是助理 助理那可能跟柯建民有关 有安装这另当别论 这是第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说连 如果只有立委 连里面都会有内奸 那问题就不在韩国瑜了 你国民党麻烦大了 好不容易拿到了52加2 然后连团结都做不到 那该说什么 再第二件事情洪生汉 洪生汉给我闭嘴 那时候花莲发生地震的时候 你知道洪生汉还在干嘛吗 干嘛 所以你看台湾的电信多任性 那绿电多好好棒棒 他在拿来歌功颂的 死了十几个人你还在歌功颂的 你还好意思有点讲 连出席这件事情都做不到 当一个巨婴 当一个妈宝 到现在死不认错 惹了麻烦拍拍屁股 就躲起来 仗着自己老大卓龙泰 现在在那边要舞扬威 这种获色 我叫他立委我都叫不下去 这种获色的人 然后现在好出来蹭 你先管好你自己好不好 早上多买几个闹钟 射闹钟 先不要迟到把这件事情搞好 不要像个巨婴一样 哭哭啼啼要一字处叫你 自己的个人行为 我都不要求你当好一个立委了 当好一个成年人 不要当个婴儿 先等你把这件事情解决完之后 再来跟大家讨论时事好不好 关你屁事 洪赛你凭什么资格讲话 你现在在民进党的支持者也好 各位你知道最好笑是什么吗 我在直播的时候也有民进党支持者来看 肯定会 连民进党支持者看这种家伙都看不下去 没有人要挺你 没有半个人要挺你 他们支持者也在骂他 连绿营支持者都没有人要挺你 所以我跟你讲 你不用去讨论别的内讧啦 你先去跟你自己的支持者交代啦 不知道你有没有支持者 笑死人 再来第三件事情 我请问一下 韩国瑜民调多少啊 超过五成吧 五成二 二十几岁的支持度多少 五成八 其中国民党支持度多少 不是三成多吗 不是吊车尾吗 有到三成吗 所以有三成吗我也不知道 反正吊车尾嘛 所以孰是孰非 这个网友都有意见都很清楚嘛 为什么百分之六十几人觉得韩国瑜做得对 因为今天到底国民党的立委在立法院表现好或不好 韩国瑜讲白了他只是一个中立的角色 他就是坐在台上 所以你的意思说要韩国瑜帮忙干拐子 帮忙站住 帮忙弄小动作 这不合理吧 今天他是一个院长的高度 那你今天难道你国民党的意思是说 没有韩国瑜 我的咨询表现就不会好 没有韩国瑜我就没办法问出我话 是这样吗 不会吧 我看有些立委表现也是不错啊 原资表现也不错啊 对不对 一定需要韩国瑜吗 不需要吧 对不对 所以你要把国民党表现的好坏 跟监督执政党的能耐 硬是要去扯到韩国瑜身上 你要小心哦 因为这种说法跟这种言行举止 跟红生汉有点像哦 要注意哦 好那再第二个 你说周万来 这个东西倒是可以讨论 你今天要讨论的结果是说 如何去沟通清楚 比如说周万来在要提出他的说法跟版本之前 是不是可以先跟国民党党团进行沟通 我觉得这合理啊 这合理啊 但是周万来要背询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啊 那你要沟通那你当然也可以有人去找他沟通啊 你不能说周万来一定要主动来跟我们沟通 周万来的身份怎么跟你沟通 周万来又不是政务官 我的意思说他不是政治型人物嘛 他是偏事务官那一类型的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你当然你可以自己去跟他邀请啊 去跟他请应该去跟他讨论啊 对不对 那你说横向沟通可以加强 这是我是可以认可的嘛 但不至于说 因为周万来讲这句话 然后被民进党卡扛 不是啦 那我问一件事情好了啦 韩国瑜是不是有提环台高铁 有 这边 和江启臣共提环岛高铁案 国道六号嘛 对 那请问陈建仁有没有同意 有 陈建仁同意 对不对 那包括相关的行政团队有没有同意 有 大家都同意 那请问一下民进党有没有反对 有 那民进党要不要去跟陈建仁讲说 你怎么卡我康 你没有站在我同一边 那民进党有没有打得吓吓叫 有嘛 所以这到底是国民党的问题 还没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民进党满意度低 所以不要怪东怪西嘛 这是个人的问题嘛 即便他讲出这些话 你有你的论述能力 你有你的能耐 照样可以把他打领回去嘛 但回过头来 为什么我要一开始 要跟大家讲韩国瑜的民调 如果韩国瑜的民调是最高 那代表一件事情 比民进党还高 代表一件事情 他绝对做对了什么 他一定做对了什么事情嘛 而做对了这件事情 不关于蓝的 或绿的 或者是白的 而是因为他站在人民这边 所以国民党要思考清楚一件事情 到底怎么样你才可以获得最大公元素 因为你今天你的基本盘 是比民进党来得好 民进党紧崩 他的maximum就是四成 但你国民党 今天每个人都不敢骂柯文哲 每个人都跟柯文哲那么好 代表你要抢柯文哲的票嘛 对不对 我不需要嘛 我可以讲实话嘛 但你们要票嘛 你们要小草支持度嘛 但你们要小草支持度的状况下 那我访问一件事情奇怪咧 那小草理论上来讲 你又没得罪他 他们投票的时候有投给你 但为什么最后满意度开出来 人家就是不要支持你 代表小草对你是没有偏见的 那就是个人表现 跟整个党团言行举止的问题啦 代表说他们觉得在监督政党 这一块表现的并不如预期嘛 那请问一下我刚刚论述了这么多个点 哪一个跟韩国瑜有关 今天不是说韩国瑜做得好 韩国瑜做得中立 韩国瑜他也照样修理洪生案啊 不也是吗 他不一样把总统处长给垫了吗 该处理的时候该做的时候 他哪一条没做了 对不对 重点是什么 你要如何让韩国瑜 站在你这边你知道吗 你要站在民意这边嘛 你只要站在民气可用这边 所有人都会成为你的助力嘛 但你如果站在民意的对立面 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自然而然所有的声音都会反对着你嘛 所以以洪生汉为界 以吴思瑶为界 看看他们两个 你就知道 玩反方向做 怎么做就对了嘛 而这个是网友许美瑞董内进来 他说各位来宾好 雨萱说的好 骂的好 其实包括颜亲彪彪哥 他也提到 他说他和韩国瑜是老朋友 虽然大家政党立场不一样 自己担任过地方议长 他对韩院长的表现 他觉得确实是赞 不错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秉公处理 意识中立 执行的时间自己不来 我当议长就是这样才觉得 他则是315的总执行事件 那么另外还有这个民进党立委 王世坚他更是大战韩国瑜的表现 中规中矩 他说最准时的都是他了 好但是回过头来 请导播再给我们上一张 因为国民党这边也有 党内人士给个意见 他说韩国瑜坚守中立原则 不直接和国民党团靠拢 党内人士又建议说 要不要由柯知恩 谢龙介 张家俊 这些和韩国有私交的 兰英立委或是资深立委 扮演韩国瑜和党团间的润滑剂 减少彼此沟通上的误会 好在某种程度也是有一点点 跟刚刚亮哥所提到的 是不是他的顾问是谁 跟群组这边不能断了联系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我是觉得这个党内人士 是有点不了解状况 就是说我们的个别委员 或党团跟韩国瑜沟通 是没有问题的 我认为是没有问题 所以党内人士这样的建议 反而好像有问题 所以你要找跟韩国瑜 比较熟的人扮演润滑剂 其实真的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啊 真的没有必要啊 像我自己 我们有什么事找韩国瑜 也都是很顺畅啊 对不对 像我有时候 上次我有讲 我去院长是串门子 只是想去喝一杯咖啡 然后也遇到韩国瑜好几次 通常我们就聊聊 有什么问题问他 他也是会多讲嘛 所以没有这个必要 大家真的是有点 有点误会了 那我比较赞成就是亮哥讲的 我认为就是韩国瑜他是院长 他有时候有一些很多事情 他不会 以他的高度 他不会跟大家讲这么白 反而是说他下面的人 像一些幕僚单位 就是秘书长 或者是不管是各处长 他必须要跟我们的沟通 要更顺畅一点 其实陈玉珍委员 他不是 他不是针对韩国瑜 他是针对周万来 导火线就是 有一个在一个司法的委员会 那一天就排周万来来背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是这样排 他背询什么呢 就来讲说 国会改革里面有一项 如果立法院邀请总统 来做国情咨文的话 要采取什么形式 是统问统答呢 还是一问一答呢 急问急答呢 还是不要回答 那因为我们的版本里面 有一个翁晓琳的版本 是说急问急答 可是周万来 他举的一些例子 是有打脸 所以后来陈玉珍委员 就觉得说 你回答问题 你是不是可以 稍微参考一下 我们的党团的意见 然后再来回答 他主要是针对 针对周万来的部分 那所以我觉得 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 不太需要有论滑记 那至于说为什么像 你看 闫青彪或者是王世坚 通通都很称赞 很称赞韩国瑜 我觉得王世坚很聪明 我觉得他很会看风向 那之前王世坚在议会很凶 然后跟韩国瑜吵架 可是他现在发现 韩国瑜在民间声望非常高 他这个时候跑去跟韩国瑜 有吵架的话 对王世坚实际上是不利 王世坚在民进党里面 他很懂得民心 他像以前他跟苏贞昌不好 苏贞昌当院长的时候 他骂苏贞昌都骂得很凶 那一般的民众最喜欢看 这种 你们同党在骂执政党 代表什么 代表你这个人是有良心的 因为你没有 你没有为护航而护航 你觉得执政做不好 你还是照骂 所以他民间的声望累积到很高 他会看 民意支持谁 他就会调整 那现在为什么忽然间 好像他跟韩国瑜变得很好 连他们两个 一个很简单的动作 韩国瑜说要不要给王世坚喝水 在网路上点阅率100万 快100万 为什么大家 因为人家觉得王世坚都在称赞韩国瑜 那我只觉得王世坚聪明 他知道韩国瑜现在得民心 所以很多人要去打韩国瑜打不动 刚刚那个宇轩讲的 那个洪森案那些 也是一开始也是要操作 操作韩国瑜炒包 不懂议事规则 赶着下班什么的 可是后来民众 一般的民众根本不认同他的讲法 所以韩国瑜的声望越打越高 那王世坚现在看韩国瑜的声望这么高 就靠过去了 这个时候你帮韩国瑜讲话 或者是你持平的称赞韩国瑜几句 对于你自己的声望 我说王世坚也有帮助 所以王这个是崇王世坚的说法 他这么会看风向 就证明我觉得韩国瑜 他做院长其实是做得不错的 好 那这个刚好有看到 这个斗内有朋友 他斗内说为雨萱的评论送上斗内 但TT他说他不太认同雨萱的分析 因为927万基本上都拉不下脸 说自己挺的偶像有错 哪怕国民党再怎么努力 再怎么贴近民意 927万会觉得自己选错的人 转向支持国民党的有一趴就要偷笑了 好 不过我们来看到这个 台湾民主基金会 现在卡韩卡卢要卡到几点 卡到什么时候 这是我们中间记者 马德林陈佑他的独家掌握 虽然快到了嘛 4月10号要开会 而且这个开会的消息还是突袭的 本来不是说尊重韩国瑜等韩国瑜吗 就啪的一下 4月10号开会消息就曝光 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 马德说他掌握到独家消息是 不是说好了这个开会的时间 但他私下了解 4月10号当天 韩国瑜有没有董事会的行程呢 韩国瑜办公室直到廉价之前 都还没有收到开会通知 但我是觉得马德几手呢 因为还有8号啊 9号啊 而且大不了就是10号压线通知吧 好 不过在今天我们看到 信传媒有这一篇报道和消息出来 所以因为民主基金会董事长难产超过一个月 传出民进党将放手让韩国瑜负全责 好 那主要是因为呢 民党方面做出了最坏的打算 所幸让韩国瑜极其属意的政大外交系教授 卢叶周出任董事长以及执行长 但是日后韩国瑜必须对基金会的运作 优劣成败负起全部责任 所以亮哥 这个是民党现在刻意要洗地吗 还是这什么意思啊 现在是演到哪一出了 演到什么桥段 我觉得他们大概议会到韩国瑜 大概就绑在一起不让 他确实不会让 那你民主基金会不让院长当董事长像话吗 国会外交院长不出面 这叫国会外交吗 所以他们大概知道困难了 而且卢叶周我讲白了 是个很温和的人 你又不是找个杀手专门去查账的 比如说找吴子佳去当执行长 民进党大概要挫赛对不对 人家找任大外交系主任 这么温和这么专业的人来当执行长 你还要杯葛 你到底有多少底啊 这个坦白讲这外面的人 事实上我有时候看了 我都觉得韩国瑜你应该硬起来 如果不是卢教授这么优秀 我还说要找个比较黑脸的人 进去当执行长 就你知道人家怀疑 李民进党到底有多少底在里面 那有多少想要黑箱运作的事情 外交部要塞给民主基金会来帮你运作 就让人家怀疑有这两种事 一个就是申请钱 一个就是外交部有些东西要塞给你做 不然你怎么那么怕成这样 对不对 所以坦白讲 如果民进党连卢叶宗这样的人都不能接受 那表示里面藏污纳垢 乱七八糟的是一定一大堆 因为卢叶宗了不起只是说帮侯友谊阵营 有写国际事务的白皮书 有参与就这样而已 这样你也有意见 有意见 他们就提这一点 我知道 那他的一票又没有否决权 到时候事实上执行长 他的作为还是要经过董事会 当然这个基金会平常运作 我知道是执行长制 所以他就担心执行长会看太多事情 因为他会知道外交部很多事情 他也会知道哪些单位在跟他要钱 就这两个嘛 那就是民进党担心 不管吴钊燮是不是继续当外交部长 总之外交部有很多事情 他不想让你知道 就是这样 就是江启臣搞不好也不一定知道 江启臣虽然这么久都在国防外交委员会 可是他也不一定知道 那有一些事情 我就跟你讲过了嘛 就是前年2022年 那个世界民主大会在台湾举行嘛 那外交部就塞几个人进来叫你邀请 那如果是他们自己的人 那就大概都会处理 比如说他要邀请反送中的人来啊 这都很容易啦 对 是啊 我是举例啦 对 我认为还不止这些啦 可能还有比如说 某个那个欧美国家的人要来啊 反中人士要来啊 那外交部不方便出邀请函 是不是请你出邀请函 那这一类的啦 那因为其他那个国安单位的外围啊 像什么亚太啦 那种单位没有民主基金会好听嘛 那所以就是要你出个面 我觉得这种是一定蛮多的啦 尤其是最近四年 你看蔡英文走的路线嘛 就是外交部的预算有一大半都在邀请 欧美人士来台湾嘛 来表达反中立场 对 挺台湾这一种的 这种我相信民主基金会一定有参与 有 那第二个就是 一般人出访要经费的 或者更不要说出访根本不是出访啦 就是要来化缘的啦 方便钱的啦 那因为他的年预算 外交部大概给他一亿八千万嘛 坦白讲也蛮好用的 所以对 你看那个唐凤光是 那个出差差旅位一年就给你变两三千万 不是吗 大概是这个啦 可是我 我认为后来民进党想一想 韩国瑜这种政治任务怎么可能摘在你这里 所以韩国瑜一定是忽如月中忽到底啦 就是这样 所以 他们发现不能这样杠下去 所以会放手了 非放手不可啊 你不能没有院长嘛 我就跟你讲是 这个就是你没有谈判条件嘛 因为 立法院长一定要当董事长 民进党从头到尾没有反对啊 因为立法院长 就是国会外交的核心嘛 他不出面都是假的嘛 你谁能够取在这个位置 你立法院长又不可能改选 所以就这点来讲 韩国瑜坚持立场就什么都不能动了啦 大概就是这样啦 他绑住了嘛 这个就好像 韩国瑜他绑周恩来嘛 他说我挺他啊 你们不要乱骂他啊 这样国民党党团也不好讲话啦 是啊 对不对 就同一个逻辑啦 同一个逻辑啦 那所以目前看起来 民党还有办法再搞什么小动作 再戳戳戳戳戳韩国瑜吗 这件事情还是就很难了 就真的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戳韩国瑜 民进党也发现恐怕都是四分啦 嗯 害到自己 害到自己啦 因为坦白说啦 这个 韩国瑜现在就有一点 处于往上升的阶段 那会有很多力量进来帮他辩护 的确 你知道吧 对 这政治有时候真的是 很现实 就是良性循环跟恶性循环 就是两个循环 那你在往下摔的时候 你没有恶意啊 大家都认为你有恶意 就觉得你可能倡薄啦 或者做坏事啦 你说柯建民就是没人相信啦 柯建民 即使他偶尔 已经沦落到此了 偶尔也有光明正大的时候 可是没有人相信啦 就这样啦 所以 我觉得这个就是两极啦 那民进党大概也发现 韩国瑜碰不得啦 嗯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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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